這麼不知廉恥的人都有,李家超 如果不是你和林鄭月娥拿這個送中條例 香港會有搞成今天? 張超雄議員好地地問你這些殘障的措施 我以為就是羅志剛答,還是康復專員答 想不到李家超出來答還要說廢話 這麼離譜,你現在是問你殘疾人士的事 要保安局代警察出來說怎樣去打壓其他人 老老實實,全香港所有的事現在已經是警察作主 連放水馬要阻阻殘疾人士都是警察 或者是李家超下面那些下屬去做 主席,我問的問題就是 我問的問題 是不是現在你告訴全香港人 就是你李家超和黑警管整個香港 其他人完全一句聲都沒有 喜歡放哪些水馬,喜歡阻阻殘疾人士,就你作主 主席,剛才的發言真是不知廉恥的 因為他是罔顧很多事實 只是有自己的立場,自己的利益去攻擊他人 他完全都不機於事實 所以我根本不需要回應,多謝主席 請你坐下,局長有沒有補充 第一,主席,我不同意他用這個方法形容警察 我也沒有用這個方法形容議員 所以如果議員自己是自重 他說的話,我相信都不能攻擊他人為主調 多謝主席 請去看 你連動的 喉嚨 你開來 但可怕 但是你現在沒用這個方法 所以我可以被改變